各位朋友,中共的兩會很快就要結束了 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 兩會之後中國政治局勢走向和習近平政權 可能採取的一些措施 然後再來談一談全民共振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多次強調過 習近平政權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是要讓全黨信習要在黨內進行獨裁統治 第二個是要全國信黨,要用黨這個機構 要對全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洗 要把中國重新拉回文革時代 要把中國變成大朝鮮 第一個任務現在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一大半了 就剩下一點,也就是說 他要對中共官僚隊伍的基層 要進行一次全面的清洗 完成了這個任務以後 這個全黨信息的工作就徹底的完成了 然後他就要用黨這個隊伍 來對全社會恢復過去的極權統治 鄧小平時代確定的是一個威權統治 這個社會有一定在經濟方面 在社會方面,在言論方面 都有一點點的自由的空間 但是習近平所想要的 他就是要把中國拿回文革時代 要把鄧小平體制,威權體制所留下的這個空間 要全部擠壓清乾淨 要對這個空間裡面生長出來的力量 進行一次毀滅性的全面的打擊和消滅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局面 今後這幾年有四種勢力 是習近平政權打擊的主要對象 第一種當然就是中共官僚隊伍的基層 今後一年對他們來說 對這些中共基層官員來說 將會是血雨腥瘋的一年 將會是他們痛不欲生的一年 很多人因此就會丟掉自己的官位 會喪失自己的自由 就會失去自己的財產 甚至是他們的親人都會遭到迫害 所以說要請體制內的這些人士 一定要認清當前的形勢 一定要知道你們的處境 一定要預先的做出一些預防的措施 第二個打擊的對象就是企業家階層 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家 這批人是過去在中共的體制之內 得到了一些好處 同時他們也給中共抓到了很多的小辮子 今後這些小辮子都會用上 作為對付你們的武器 你們的人生將會遭到迫害 你們的財產將會被掠奪 你們的家屬將會被牽連 一大批的人將會遭受到沉重的打擊 一大批人將會受到殘酷的對待 所以我也請這些企業家的朋友 你們一定也要認清你們現在 所面臨的困境 要迅速地找到出路 迅速地採取措施 第三種人就是知識分子 意見領袖和幾十萬的 經常在互聯網上面 抨擊時政的 傳播民族理念的這些網民 這也是習近平所打擊的對象 大家都記得在好幾年之前 習近平就說 互聯網這個戰場不可丟 要在互聯網戰場上面 要向大家亮劍 那麼這個時刻 這個決戰的時刻 就快到來了 兩會以後這個決戰就要開始了 他們要對互聯網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洗 要把言論自由的空間 要擠壓得乾乾淨淨 這是他們的目標 第四種他們要打擊的對象 就是維權領袖和民運人士 過去一二十年以來 維權運動蓬勃興起 湧現了一大批民間的 這個維權行動的組織者參與者 這些人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這些人是中國人民反抗暴政的核心 習近平政權在今後的一年當中 要對這一批人進行收網式的打搜捕 打增壓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輕心 民運人士也是他們打擊的一個重點的對象 我所指的民運人士是指具有民主理念的 進行一些民主政治活動的 比如說團隊建設 出於政治理念的公開抗議 那麼這一批人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在中國民間政治版圖當中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麼習近平政權當然不會坐視不理 早就擬定好了一個全面收網 打抓捕的計劃 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中國抓捕 五千到一萬個民間領袖 民運人士把整個的民運的政治隊伍 徹底的打垮 從我們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習近平政權已經變成了現在中國各個階層 共同的敵人 如果所有的這些階層都放任他 來對我們進行鎮壓 來對我們進行打擊 那麼他的這個極權政治 就會成功 不需要多長時間 快的話可能是一年 慢的話也就是要兩年 所以說在這一兩年之內 將會是決定中國未來二三十年命運的關鍵時期 習近平曾經說過 曾無一個是男兒 那今後這一兩年 中國各個社會階層 各個地區 有多少真正的男兒湧現 敢於反抗他這個暴政 那就是決定了中國未來的命 那我們接受國內八十八位各個階層的 這個有識之士的委託 在海外成立一個共振平台 有一些朋友說 你們這個現在時機不成熟 實際上我們是覺得 這個現在已經有一點太遲了 我們現在是不得以而為之 因為習近平政權他走向極權的這個速度 是非常的快 而且呢今後會越來越快 今後我們會看見他們的 積風暴雨式的 對他們這個官場內部的清洗 和對民間力量的殘害 速度會非常的快 而我們的反抗力量的集結 現在才剛剛開始 我希望國內的各階層的有識之士 一定要認清這個形勢 不是我們動手太快了 而是我們已經遲了 我們必須得快馬加鞭 我們現在只有一年的時間 如果這一年過去了 中國人民的反抗沒有形成一個規模 那麼習近平的獨裁政權 他的極權政治他就會成功 中國就會變成大朝鮮 一旦到了那個時候 大家都沒有反抗的空間了 中國社會將會被這個極權政治 徹底的原子化 但是呢今年也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因為習近平政權全面撒網式的 這種打壓一定會遭到各個階層的 拼死的抵抗 現在呢很多體制內的朋友 已經認識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已經開始了有所動作 他們已經通過很多種渠道 在很多個方面已經明確地表示 他們希望有真正的民間反抗的興起 他們願意撤印民間的反抗 他們願意在將來民眾反抗 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對這個體制進行反抗一擊 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次新生的機會 他們願意與老百姓 與人民站在一起 願意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 而在民間呢 現在我們還有很大的反抗的空間 大家知道現在群體性事件 每年都還有二三十萬起 參與的人數在兩千多萬到三千萬之間 這是一個規模非常龐大的抗爭的群體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在時間上面 在空間上面太分散 被他這個網格化的維吻體制 分而自知 我們現在全民共振平台所要做的 就是把這些正在反抗的力量 把它匯合到一起 把他們的行動調整 把他們的行動調整到同一個頻率 把在時間上面讓他們集中到 同一個時間 在空間上面讓他們集中到少數的地區 這樣就形成一個規模的效應 把鞭炮聚集在一起 讓鞭炮變成炸藥 把這個專制體制 把這個習近平的獨裁集權政治 把它炸毀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機會 今年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機會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要認清這個形勢 不要再說 我們還要等一等 機會 最好的機會你永遠等不來 再等 我們就會等到集權政治的全面復活 我們就會等到大鎮壓 我們就會等到一個大朝鮮降臨中國 今年是最後的機會 那我也想在這裡也想提醒一下 我們在國內的眾多的維權領袖 希望大家明白這樣幾個道理 中共現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 制定了一個名單 對所有的在他們的監控範圍之內的人員 一定會採取一些措施 所以說我希望這些受到監控的 喝過茶的 被拘留過的 被判過刑的 甚至僅僅是被警告過的 這些人呢 你們在這次五一行動當中 一定不要到達聚集現場 一定不要到達聚集現場 大家就在家裡面 就坐在家裡面 跟他們號著 你們在家裡面 可以牽制至少20個人的警力 你們坐在家裡面 就是為這次行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有一萬個人坐在家裡面 就會牽制他們20萬的警力 將會是對他們非常大的一個消耗 而如果你們試圖到達現場 你們一定到不了 他們只需要兩三個警察 就能把你們制服 就能把你們投入監獄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認清 這樣的一個形式 請大家一定要掌握這樣的一個策略 就在家裡面 跟他們號著 消耗他們的警力 那麼他們會對全民共振 採取第二個措施 就是抓捕我們在國內的 那88位發起人 但是我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保證 他們一定不會成功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策劃了兩年多的時間 在很久之前 在很久之前 我們已經切斷了 跟這些朋友的任何電子的聯繫 人和人之間的聯繫也非常的少 因為既然我們早就已經做好了 各個方面的準備的計劃 所以說呢 就不需要再聯繫了 現在我們只是向國內的平台 向國內單方面的發送我們的消息 我們拒絕與任何國內的人士 進行直接的接觸 所以中共不可能拿到任何國內人 與我們聯繫的這樣的證據 我們和國內的任何團隊 任何朋友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了 關於這個全民共振 我們在海外的平台 只是一個單方面的發送信息的平台 我們不承擔聯絡的任務 我們和國內的任何朋友 在這件事情上面沒有直接的聯繫 沒有聯繫 所以說呢 中共抓捕的任何人 那都是他們偽造的 不可能存在任何證據 他們會對全民共振平台 採取的第三個措施 他們會對我們進行大規模的 攻擊和抹黑 包括偽造一些音頻和視頻的文件 但是呢 請大家放心 我們這幾個人呢 在這一方面呢 抗打擊的能力都非常的強 所有流出的這些音頻和視頻 全部不是真實的 全部都是他們偽造的 大家也不要期待 我們會對那些音頻和視頻 進行任何的回應 因為那些回應呢 只是浪費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工作 是向國內大規模的 發送全民共振的信息 通過互聯網 向國內的團隊 向國內的各個階層的抗爭人士 向他們解釋全民共振的理念 方法 操作策略 這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對中共的五毛水軍 所做的這些攻擊啊 完全予以無事 完全不會回擊 除非是他們的這些公司 對我們推廣全民共振 有好處有益處我們才會用 所以說我希望 中共派大量的五毛和水軍 前來攻擊我們 因為所有他們做的這些工作 都是無用功 而消耗他們的實力 消耗他們的這個維穩經費 也是我們全民共振的 一個戰略目標之一 今後的每一天 中國都會有大事發生 今後的每一天 都會有可能是歷史大變局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國內的有識之士 和海外的有心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朋友 大家都加倍的努力 我們一起來把這個專制制度打垮 把這個專制政權推翻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